這個帶出了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恆大牽連有多大 還有就是是不是只有恆大一個 還是第二、第三個都在來 給你看完 滑紅線那些 飆紅的那些 全部的 混蛋 可以響一下他們的名字 還有有沒有講一下它的規模 因為你給的那些號碼 什麼七十幾、八十幾 我也不知道那個號碼是什麼意思 它具體欠人家多少錢 為什麼要翻家產 欠人家整個市場的數字 還是 這些你和企業規模大概可以猜到的 好像負利地產這些 應該多極有限的 陸地就應該會大一些 但是都肯定不是一、兩千億可以搞定的了 這些全部都未來都是會混蛋的 還是怎麼樣? 就是陸地和負利這些 負利現在0.39 就是你手上的現金 是你債務短債的 未來一年的短債的 就是我今天袋子有39元 但是我未來你還100元 其實很簡單 負利就可能還要四個月 泰國可能熬到一個月 然後 你還快過恆大 熬到一個月 恆大可能不知道說一個月 好像陸地這些可能熬到八、九個月 你的死線剩下幾個月 就是你在你死線之前 你如果有辦法 可以去通過資產控組 剝離你的那些 值錢的 把你值錢的東西買掉它的話 其實你可能就沒事的 你就可以熬了過去 你就可以變回1了 然後你就慢慢慢慢慢慢把你的長閘還掉它 這裡加起來 我相信從52到60這幾家公司加起來 恆大佔了2萬億 加起來 5、6萬億肯定有 而且這些全部都在說未來幾個月就 反正就是 未來一年之內發生的事 你就是還不給你短債 短債起碼是幾萬億 1、2萬億走不行 長債的話肯定加起來有4、5萬億 恆大佔了2萬億 剩下幾家公司 你媽媽 借不到2萬億出來就有可能 嗯 是的 你想想想 你在一個經濟體裡面 你有一個規模可能 至少4萬億的債務 可能會在一年之內爆棄了它 那你說 阿爺真不真 我講這些都是紅的那些 我還沒講 那些橙橙的那些 還有黃黃的那些 它可能都很快會變紅的 就是珠江股份 中膠地產 保利自燃 金融街 首創 華發這些 它都可能會變紅的 你應該說 你這只是其中一個項業而已 怎麼做很多項業 不是 地產是最厲害的 地產的那個金融共產是最厲害的 而且它的規模是最大的 就好像阿鮮說 你這裡加起來 沒有萬億 沒有人相信 就是你總體的債務規模 我不是說短債 總體債務規模 不萬億 但是如果你還不到短債的話 你就爆了 那你的資產你自賣 不是說好像阿鮮說那樣 它的物業公司現在值47個billion 你肯定賣不到47個billion 你絕對不是 如果通過現金 一萬億可能就是兩百個billion 或者一百個billion 抱歉 兩個billion 或者一個billion 就買了你了 那你賣光了 你可能還不到那條數 那條數字變成死數了 那你五萬億可能最後還了兩萬億 那三萬億的債務規模 這三萬億的債務規模 銀行怎麼都吃到百分之三十 就是一萬億 一萬億的債務 你去到銀行那裡 你說銀行給不給得信 肯定不止一萬億的銀行 我就已經拿最保守的方法來計算過了 一萬億的債務 夠不夠你中國的銀行系統去接近呢 已經爽得你爆了 一萬億的規模 差不多是百分之五的中國GDP 中國是14萬億嘛 差不多是百分之五 是爆棄了壞賬 而且這些通常都是連環爆的 就是爆一下的 你拖它 它拖別人 一想一想 所以其實你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 就是最樂觀的就是 你接下來可以幫這些企業 在它短債到期的 就是它的deadlar可以不停的延長 在不增加金融風險 就是不增加債務的情況下 那肯定不會的 恆大都沒有延長到 按這個說法 恆大最大一個都沒有延長到 它已經失敗了 不是 我說延長的意思就是 就是比如說 我本身下個月就是混蛋了 但是呢 我在未來的30天之內 我可以把我 又可以還了些錢 可以把我的死線 再往後拖多兩個月 我又多了兩個月的時間 去還我兩個月之後的死線的錢 拖多多多多多多 那就不用爆了 接著拖到最後 恆大就沒有了 錢又還乾淨了 恆大又沒有了 這個最好的結果 就包括太陽華 還還得乾淨嗎 幾萬億 它一年賺多少錢 它那些房子都不能賣了 哪有錢呢 其實兩萬億真的是還清的 你其實有數計 恆大一年的銷售額 大概是7千億 7千億的銷售額 不是利潤售額 不是利潤售額 你說的是平時的銷售額 我講清楚 你看最近三個月的銷售額 你看看 跌到媽媽都不能賣了 我都說我用最樂觀的方法 跟你計算 你7千億的銷售額 你的利潤是最多的百分之三 歸你公司那部份的利潤 給你盡到盡 沒有可能的百分之十 我就給你百分之十 你用七八億 你用七八億還兩萬億 你怎麼還呢 所以當時碧桂園 他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我去這個項目 我投了一百億 這一百億要在我三百日 就是從項目啟動到項目結束 三百日的時間之內 你要全部回證 就是這百億已經還清了 這一百億的投入已經全部填平了 接著拿著這一百億 我再去投入下一個項目那裡 就是它會有債 但是它的債其實是 因為它整個現金流的運動是穩定的 只要它的樓賣出去 但是現在恆大的樓賣都還不出去 它肯定是還不了的 它拿什麼來還呢 肯定還不了 它現在已經沒有機會還了 人家已經入了牆了 是到那個人做事 根本都不到恆大做事 是清盤人要保障 剛才我說的 先保障你員工利益 再保障你債主利益 再保障你股東利益 要把這些東西清掉 到時候再來說 肯定是資不抵債 可能清了一千億出來 一千億就只能夠發給員工遣散費 就說沒有了 發完了 為什麼要這麼好 那這些債主就全部變壞賬了 不過我現在查不到 恆大它的資產總額有多少 因為它有很多業務 它有很多投資 我知道它可以變賣自己的資產 這些不值錢的 這些全部都不值錢的 什麼杜甲村 還有很多品牌的 還有那些賣水 冰泉那些 是不是它自己 那些只剩一、兩億 利息都不夠還 一天的利息都不夠還 它那些賣掉了一支水 水賣多少錢呢 13億人民買一支 我給你原價賣掉了你的水 將資產買出去 你都還不到多少錢 這裡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數字 可以看到了 直至2020年末 恆大總資產為2.3萬億 總負債是1.95萬億 淨資產是3500億 就是它現在將它的總資產填出去 可以不用被人賤價賣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幫牙人賭過風險 是夠嗎 這些全部做假數 和你講 百分之一百 我是講最樂觀 就是最樂觀的情況下 可能恆大的branding 自己值5千億 2萬億裡面有5千億 是自己的品牌的 它總資產應該都是講實物資產 不是的 包括那個品牌的 肯定所有的價值都包括 你自己查一下 應該會有一個breakdown 具體什麼的東西 為什麼恆大 旗下的那個叫做恆大物業 它叫做物業管理公司 都值7個billion的 它是單獨在香港上市的 它這裡是說 它2萬多日裡 有1萬多億 其實是土地儲備來的 土地儲備佔了1萬多億 正常 之前碧國元也是差不多的 它還欠銀行錢之後 還欠很多民企和國企的錢 最著名的就是蘇寧 深圳人財安居集團 倒是200億以上 恆大還在香港發行了很多債券 買債券都是香港富豪和內地人 就是鄭如彤那些在那裡 雖然財安居集團 雖然財安居集團 今天不知道什麼停牌 你什麼財安居集團 我估計 恆大圈的地 還有在那裡建的樓 都已經折押了給銀行 銀行已經全財安居了 我們看網上的文章說 其實它是做慢了 它們呢 如果你好像當初黃建林那樣 及時做事 就還可以好一點 但是它做事做得太慢了 如果它2018年 或者2019年三條紅線一出來的時候 它立刻就 就好像現在這樣做事的話 它可能就會沒事 因為你相當一年的時間 去做資產同組 它說資產同組 好像是今年四月份的事 今年年初的事 其實它可能做遲了 早點做就可能沒事 阿爺現在恨到它很低 就是你什麼切了它 拿兩顆糕圓出來煮湯 你什麼都吃不到分 你說的黃建林呢 就說怎麼可以降低阿爺的損失 但是黃建林自己 都是把這些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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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還錢 萬達最後什麼賊都沒有了 他當初有這麼多商場 一間都不是他 你這這麼多酒店 一間都不是他 是啊 對黃建林說 我幫你阿爺做 那許家印什麼賊都不在做 你老母說 你一抱著就死了 你不要死就死了 許家印現在他不知道對立阿爺 他還對立了很多香港有錢人 不只是有錢人 窮人都一定是混蛋 如果引起金融風暴的話 你幾萬億啊 全世界一起抱著就死了 可能許家印當時看了美國人 什麼too big to fail 應該有人救了 你不會看著我 見死不救 怎麼知道就真的沒有人救他 大家真的一起死了 如果他搞不成金融危機 真是金融危機 哦 銀行系統的話就更好一點 阿爺肯定想到辦法去撐住 但是普通債主就冷過水了 我的問題是幾萬億 裡面肯定不是普通債主 那幾萬億 什麼人都有 而且都說我欠你 你又欠他 他又欠別人 我告訴你 我不說香港那一刻 我只說中國大陸那一刻 那些追去樓下的那些 家裡生癌症 等著救命錢那些 那些是自己可以認罪的 沒辦法 就是投資有風險 日時虧謹慎 這件事永遠奴記在心 你輸了就輸了 輸得到你自己的家人 但是我剛才說了幾家公司 什麼蘇寧 什麼深圳 什麼人才博物 什麼安居 那些債主全部兩百億以上 那些是錢來的 不是那些股票那些債券那些 是真的兩百億的錢 我相信我的企業 沒有了兩百億以上的現金樓 有多少家公司頂得住 可能騰訊頂得住 阿里巴巴也可能頂得住 可能就是這兩家 我相信應該中國都沒有 就是我講民營企業了 應該沒有多少家頂得住 可能華為也頂得住 可能華為現在頂不住 一年前可能頂得住 現在頂不住 你什麼公司頂得住 小米也頂不住 小米肯定頂不住 雷姆斯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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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你唯一頂得住 就是中國現金樓 我最欺負的就是兩家公司 一家騰訊一家叫阿里巴巴 兩百億算什麼 經常都在什麼亂欺負 兩百億算什麼 你帶銀行 兩百億他可能吃得住 但是你什麼兩萬億你吃不住 你的銀行系統 阿爺可能到時候都想到辦法 但是你其他企業 你可能就是因為這幾百億 搞到它自己的 資金鏈斷裂 它爆破 那些企業一倒是連鎖反應的 就是供應商 然後你這麼多員工失業 然後這些公司 肯定欠銀行錢的 不用談的 哪家公司不欠銀行錢的 欠多欠少 絕對不是他說 那兩萬億這麼少 一失去就全部 你有沒有 全部都躺下了 是啊 就是今天我開笑的 而且不是只有恆大 你說還有什麼陸地 富力還有什麼 泰和 泰和 什麼手開 泰和 那些都是兩次情況 一樣這麼惡劣的 又不見那些上去門口 那些仆街 那些仆街沒有像恆大那樣 你媽媽買了一些理財產品 我也剛才說了 那些沒有欺騙阿姨阿叔 我也說了 一百年的時候 中央已經說了 你的地產公司 不可以通過這種科技融資 所以一百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停了這個產品 就是一百年初停的 不是一百年初 就是一七年底停的 就是我入了公司 沒多久就停了 叫迫有信 你想想起來 那個產品叫做迫有信 那時候已經停了 一百年都已經不可以賣了 你有沒有什麼可能 你現在還可以去買錢 還去買呢 而且那時候不可以賣 而且它全部都是短期的 一般都是說半年 或者一年之內 就是你再改 你就算要清 你九年什麼都清乾淨了 你有沒有可能現在2021年底 你還在那裡 有人跟你說 你買一些理財產品怎麼辦 它絕對百分之百違規操作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舉報它 或者可能它都是私底下賣的 都不是公開賣的 你現在說的阿叔那些 是說了四五百億而已 你現在說了兩萬億 四五百億是說了幾% 你沒有那5% 你另外95%都是其他人來的 我對於它來說 其實它現在最重要 就不是說了兩萬億的 最重要是 當務之急 就是搞定那四五百億 就是那些短債 因為你搞定了一年的短債之後 有什麼事 明年的事就明年再說 明年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短債你不知道四五百億的 四千七百億 四千七百億 阿叔阿婆那些就認衰了 沒辦法了這些事情 連年都有一些事情發生 只不過今年到他們 抱著 哎呀 這麼大的公司 怎麼會騙我呢 因為我之前 我跟碧桂園那些 有一點錢的業主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很喜歡馬力比有信用的產品 之前最高的時候 百分之十 十二都試過的 現在百分之七 都好啊 你都比銀行多的 然後我問他 你不怕有風險的 他說你碧桂園這麼大公司 哪會倒閉的 這是原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發現和我的同事說了這句話 你抱著這個信念衝進去 你覺得他不會倒閉 但他真的倒閉了你都會承認 沒辦法啊 這些圓打圓牙 有贏就有輸 你拿百分之七的 那個叫什麼 百分之七甚至比百分之七更加多的收益的時候 你都收了 你都拿到好處 你輸了你都要承認 你不可能 有好處的 你扑街就是莊家 沒理由 但是 你那時候七八億就不是這回事了 你死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拖了整個經濟 我是大 你想想 兩萬多億的經濟規模 就他 如果你還不到短債 那兩萬億就消失了 可能有一半 最好的結果 他已經沒有hits了 那些人都入場了 那些人入場不是幫你還短債的 那些人入場不是幫你還短債的 那些人還短債 你自己當初應該要做的事 你說什麼黃建林應該做的事 你已經過了這個 已經什麼債你都還不起了 要是 短又還不起 中期還不起 長期還不起 要是要清理盤 保障一些會打工仔利益 來吧 對